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了提供的JavaScript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4章项目一博客前端封装库遮造索评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讲到了点击一个登录弹出一个登录窗口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登录窗口呢和周围的元素浑然一体 你无法区分弹出的窗口和它们之间有层次感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讲一下如何在弹出窗口的同时呢 将周围的元素呢进行遮造 然后呢让这个弹出的窗口有一种强调的突出表现 好然后呢你除了对周围的元素呢进行遮造之后呢 周围的元素还不可以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又需要进行锁屏操作 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对这些操作呢进行进一步的重复代码进行一下封装 好那么这是这节课的界面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要更清楚的看一下还需要把代码执行一下 index拿过来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登录 好大家会发现啊周围的区域呢就变成灰色的了啊 就变成淡灰色而且是透明状 然后个人中心的这个下来菜单你没有办法用了 我们点击关闭之后呢才可以再用对吧点逼点击关闭你才可以再用点击登录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呢我们缩小我们会发现哎还可以拖动了对吧你拖了太多肯定会有滚动条 当然你拖一部分没有达到它的那个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布呢是没有这个灰色的布画布是没有关系的对吧和和以前是一样的 好这样子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啊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好那我们这节课呢也要做这个这么一个功能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看第一步呢是要创建一个布满整个浏览器的DRV啊 而且将它的层次设为9998啊9998或者或者这个就随便你设置 反正你要把login的DRV的弹窗设置比它高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在啊这个六啊六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放到我这边七这里来 呃我先打开第一个best.js 把前面三个呢我先关掉 嗯这个保留是吧 这个 然后把这边三个呢我再把它打开排一下他们的顺序 best.js排到这里 index呃 css排到这里这个排的排在这里可以的 呃把这边的呃注释呢我先把它删掉 然后在这里我建一个 drv叫屏幕 叫screen 这个screen呢是一个空的drv 好我们先做一下它的css 我们在它的login之前做一下 screen 首先呢它肯定是绝对定位 对吧 不然的话就没有层次 层次感觉了 层次的效果了啊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 零开始 长度呢我先来一个500吧 因为等会儿要智能的去调对吧 呃 背景颜色我先用一个 000就是黑色好试试看 刷新一下啊还没加载进来 把index加载进来哎发现大家发现一个黑色对吧 我们点登录的时候再来它下面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做个层次啊 z.index等于9998啊非常高的一个层次 但是我的login比它更高index是什么9999对吧 好刷新一下 我点一下登录哎就发现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其他的软件我们再试一下 好我点登录啊出现这种状况对吧 好在这里 我点登录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呢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将这个背景颜色呢 设为白色我们找到login background fff3个f就可以了刷新一下 点登录哎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但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画布呢不能是黑颜色 我们需要的将它设置为什么啊 这个透明色透明色呢嗯 r1浏览器呢 我们试一下 al phr1浏览器呢用这种方法 等于3030呢就是他100是完全亮 30呢表示0.3%的亮度 我在这里刷新一下哎 确实是30%的亮度 因为后面这个新浪博客的这个呃 logo还可以看到 那么火狐跟谷歌呢 chrome呢都没有用 那么他们用的是这个直接写 op acrty 是0.3 他是用百分比来的啊 0.3 刷新一下 他是用小数来的啊 0.3 1代表 就是全量 好了 那么这样子的 目前呢 我们是不需要他的谁啊 你是不需要这个500乘500的 因为他毕竟要是百分之百 对吧 这样就没有了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他应该是什么 他应该是隐藏的啊 当然我们先先不做隐藏 我们先做一个 锁屏的操作 第一步呢 你这个画布已经有了 但是长度和高度不确定 所以呢我们要这么做 点上一个get id 这就得到了锁屏的ID 锁屏的ID再点个lock 好点个锁 我们在这边 放到这里吧 锁屏功能 锁屏功能lock bass.prototype 点上lock 等于function 什么锁屏呢 把这个拿到 把这个拿到 好 现在刷新是没有效果的 对吧 那我很简单 this.elements 点上一个 i 点上stale 点上一个 这个which 等于 我可以用document document element 这个which 附给它 当然后面加上一个px 下面也是同样道理 对吧 复制一下 这边呢 改成height 把这边呢 也改成clientheight 好 试试看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试试看 刷新一下 确实完全锁住了 对吧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当然有一个问题 你放到缩小之后呢 它还是1024的 因为我们这个分辨率是1024嘛 你把它缩小之后呢 它是还是按1024算的 所以呢 它会有一点 会拉一点距离 就算我们把它继续拉一点啊 它还是有 为什么呢 1024 它没有根据浏览器的变大变小 而进行缩放 对吧 就是说 它还没有进行缩放操作 当然我们先进行到这么多 当然我们不是因为刷新 就让它出现这个的 我们是点登录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让它在这里执行 而让它在点击的时候才出现 刷新一下 没有了 对吧 我点击的时候 出现了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画布 关闭的时候就应该没有了 那我这边的下面 就应该在关闭的时候呢 执行另外一个方法 叫unlock 好 unlock怎么写呢 直接的把这边复制一份 粘贴 哎 复制一份 粘贴一下 在这里就是 this.elements 中文号 i点上stale 点上一个什么东西啊 点上一个 嗯 嗯 这个叫什么 点上一个display 类等于 那 好 试试看 刷新一下 一点 没有了 一点 为什么就没有了呢 我们看看有什么错误 嗯 unlock不存在吗 应该是unlock 刷新一下 好 再来一遍 点一下 有了 关闭 没有了 好 当然你这个好像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第二次点又有问题了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开始它就是显示状态 你一开始就应该将它设置为隐藏 对吧 这样子你才能来回的切换 好 设置为隐藏 然后你点这个lock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将它设为block 好 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来回切换 再来看 关闭 哦 好吧 登录关闭 登录 关闭 登录 关闭 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刷新一下 登录 关闭 登录 关闭 刷新一下 登录 关闭 登录 登录之后呢 个人东西是不能用的 手标放上去没有效果 关闭之后呢 放上去才有效果 对吧 好 那么这是 基本上可以做完了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 大家看啊 我点放大的时候呢 我缩小 出现了这个 是吧 出现了滚动条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这个画布是按1024绝对来算的 它没有智能的切换而智能的去改变它的大小窗口的大小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点上一个登录的时候呢 你再把它放大 它出现了白边 对吧 出现了白边 为什么 你是按缩小的情况下刷新登录的 它就是按你目前的窗口来大小 你突然将它放大 放到最大的时候呢 这边呢 就会出现白边 好 这是这是两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解决 都是放大缩小的问题 那放大缩小的问题呢 这边有一个resize 那么resize为什么点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是window window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要想让这个也在里面执行的话 我们要进行操作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将这个 screen 因为有两个重复了嘛 我就把它作为一个变量 放过去 那用它来调 就比较方便一点 好 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下面这个就不要了 直接用一个点上一个 这个resize 当这个浏览器改变的时候呢 我再去执行它 可不可以 试试看 好 刷新一下 点一下 可以的吧 说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窗口是可以的 好 刷新一下 然后呢 我还要怎么样啊 再执行一个锁定 这个有什么好处 点击登录的时候呢 你这边打开了 我这边也会跟着动 是吧 刷新一下 好 点一下登录 发现 可以了 也可以了 对吧 好 也可以了 当然它还有一点小白边的问题 什么白边呢 大家来看啊 我首先往前面送一点 就会出现个白边 我往后退一点 白边就没了 我往前面送一点 有白边了 我往后退一点 就没有白边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其他浏览器有这个问题吗 其他浏览器没有这个问题 其他浏览器没有这个问题 OK 那么 A1呢 也没有这个问题 试试看 说小 大家会发现 A1也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主要出现在火壶这边 而且主要出现在火壶 在没有滚动条的情况下 如果火壶有滚动条 就是说 我这个页面很长 这个窗口显示不下 我要拉滚动条的话 那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滚动条的那个距离 就是滚动条的白边 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 当然 我这个没滚动条 我也不想让它出现 那我该怎么办呢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 你刷新一下 我们刷新不出来 是吧 好 我不是刷新 我不点登录 我只是改变浏览器大小 你改变了浏览器的窗口 你发现也被锁定了 为什么会被锁定呢 好 是因为你执行了它 你执行了它 其实并没有要求 你必须点击这个什么 点击这个click时间 就去执行了锁定 所以你刷新一下 你再点一下 你双击一下这个浏览器 你就会发现又被锁定了 是吧 好 那怎么去操作呢 很简单 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点击了 那怎么判断呢 我们来看 这样子 你打印出这个login 点上 css display 就可以了 刷新一下 点一下 broke 对吧 broke broke 好 我关闭之后 再来 浪 浪 浪 是吧 OK 那我就这么判断 如果它等于broke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 你这个弹窗是打开的情况下 我再去执行动态的锁 锁平 好 动态锁平 试试看 刷新一下 点一下 好 这个 关闭一下 我再来 哎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好 第一个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下面解决第二个问题 白边的问题 那么其他浏览器都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火狐有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火狐 其实有另外一个算算 这个计算 它的长度的方法 整个屏幕的方法 叫 inner 位置 其实是window window下面的方法 那么这边呢 是 window.inner height 好 我们刷新一下之后呢 再点一下 发现这个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大家发现 没有问题 没有白边的问题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火狐 就应该用它 这个更好一点 那么其他的浏览器就 就 这个 谷歌浏览器呢 当然也是支持的 但是I是不支持的 我们查一下 I是不支持的 那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叫做跨浏览器啊 那么跨浏览器 写在这里 又要写 就是两个判断 比较繁琐 那我们就想 你这边又用到了 对吧 你下面还要用到 重复了 那我们就要分层 对它进行封装 我们新建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先写 这个第一个 叫做跨浏览器 跨浏览器 获取 适口 大小 保存一下 保存在这里 叫tool.js faction 点上getinner 括号 好 然后你这里呢 我就要 加载它 你要在bass.js之前 加载是最好的 好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打印出 typeoff window.inner which 看看返回的是什么 刷新一下 是number 是数字 irg是untified 那我就好办了 写到这里 如果 它 不等于 untified 括号 如果它不等于untified 那我让它返回一个小对象吧 因为你要返回两个值嘛 第一个呢 叫window.inner which 到号 hide window.inner hide 否则呢 否则就Ie浏览器了 对吧 就其他浏览器了 那么 lutain 不号 lutain写错了 tun 怎么还是错的 lutain 好 然后呢 which 这个 document 点上document element 点上clad height which doh 下面复制 把这个改一下 height 这边的改一下 height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就直接这么用 叫做 get inner 括号 点上 which 下面一个呢 叫做 get inner 括号 点上一个 height 那我们测试 三环浏览器 是否能够正常执行 刷新一下 我点登录 可以的 对吧 缩放 没问题 我点 登录 缩放 没问题 我点 登录 怎么 有问题 这个地方怎么有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多了一个逗号 我们去掉一下 然后呢 再刷新一下 点 登录 有了 对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关闭掉 好了 那么既然我们这里呢 可以把这块封装到这里 那我们把其他 可能用到两次以上 或者说为了清晰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把一些 可以放到这边来 我们从最上面开始找起啊 嗯 这个地方就不错了吧 这地方可能只用一次啊 这个地方呢 获取CSS的 我们把这个呢 也封装一下吧 放到这里啊 跨浏览器获取stail 跨浏览器获取stail faction叫getstail 括号 粘贴 那么传两个值过来 一个是传这个thiselement 这个i 一个是传这个atdr 然后element 然后atdr atdr呢 要把它换掉 换掉 这个地方换掉 这个地方换掉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就返回出getstail 括号 this 点上 elements 中括号 i 逗号 然后atdr 就可以了 好 它是CSS 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你刷新一下 我看这边有没有问题 嗯 没有问题对吧 没有问题就对的啊 然后往下看 呃 我们把它呢 也封装一下 这个叫做呢 啊 判断class 是否存在 faction 这个地方呢 是 回去一点 has class 括号 粘贴一下 当然 这个粘贴的这个部分呢 要return一下 最后加一个分号 这地方呢 传两个值 elements 还有class name 因为这边用到classname了 还有个是 element 把这个替换角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里呢 就直接写has class 括号 什么东西啊 嗯 把this.elements 中国号 i 传递过去 classname 得到就可以了 复制一下 在我这里呢 我粘贴一下 好了 为了验证是否能成功 有个错误了都 嗯 这个都错了 这个地方 嗯 哪里错了呢 如果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第31号 31号 Lyton写错了 好 刷新一下 没有问题了 对吧 那我现在添加一个css 这样再移除一个css 这样来试试看 addclass 我添加一个a 刷新一下 点html a添加进去了 我再将这个a移除掉 removeclass a 刷新一下 没有了 空的了 对吧 好 这两个验证成功 OK 再我想看一看 呃 最后基本上是没有了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linkcss规则呢 有跨浏览器的 我们也把它给封装一下吧 好 添加link 规刷规则 跨浏览器添加 跨浏览器添加 link规则 link规则 faction insert roo 括号 好 我们把这一段的css 踩点掉 在这里 在这边呢 我要首先要传个sheet 对吧 然后呢 把后面这三个全要传进来 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改 呃 好了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们要运用一下 我们首先呢 点一下css这一块 实时编辑 我这边呢 改个东西 把它呢 加一个 加一个就是 字体是200 对吧 虽然这边可能不能显示 但是我们在这个实时编辑 可以看得出来 呃 在这里 我给他加一个 点上 add ro 括号 在第0个位置 我添加一个 再添加一个body 或者添加一个html 然后呢 我添加一个 fort size 200px 然后 是第0个位置 对吧 两个第0个位置啊 第一个第0个位置 是选择了 它的第一个 嗯 第二个第0的位置 是在这个css里面 放在最开头的位置 放在最开头的位置 刷新一下 点一下实时编辑 呃 是不是添加进去了 有的吧 OK 说明第一个成功了啊 这个成功了 好 下面是移除 contrx 裁剪掉 跨浏览器 移除 link 规则 backshin delete rope 账贴 这个地方呢 除了传个sheet 然后再传个index 就可以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传了 好 好 直接的就是 嗯 delete rope 括号 sheet 然后index 那我们把第一条规则塞了看看啊 叫做 叫做 remove rope 括号 嗯 第零个就行了 第零个一删的话页面会出现效果啊 没了吧 是吧 第零个被删掉了 好 还原 ok 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一些基础函数的封装 这边呢是一个库啊 功能库 这是基础函数库 好了 就变成两个库了啊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那么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表情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的博客 brock.yc60.com 谢谢大家 再见